在海拔38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深处 隐藏着一处世间奇景 大小不移的火山口连绵不绝的雪山 罕见的高原湿地 冬季来到这里 你会亲身感受到一场 阴雨火之歌 这里就是位于新疆克州阿克陶县 境内的木极火山群 全名喀日铁米尔火山群 为了来到这里 我一个人从阿克陶县 又自驾了200公里 从314国道转木极边防公路 沿途建置了这条公路的绝美奇景 虽然这是一场一个人的旅行 但旅途并不孤独 因为有你们陪着我 这个地方现在正在打仗旅游景区 这个停车场都已经修好了 继续沿着停车场旁边这条路 开车去下边的木栈道 到木栈道那边的话 就快到火山口了 这里是海拔3860米 帕米尔之远 开了很远的车 终于来到这个地方 感觉不虚此行 知道是太壮观了 看对面那个十八罗汉风 超级壮观 一望无际 连绵不绝的雪山 这个季节来到这个木极乡 我觉得真的是风景非常的漂亮 可能比夏天还好看 这些草垫湿地全部都结冰了 不过远处还有牦牛 那边好多牦牛在那边吃草 偶遇一个广东帅哥 他都先打个招呼 从广东来这里还挺远的 我在广东在杭州 然后到上海转机过来 这个就是火山口了 很多人都在上面拍照 这旁边就有一个观景台 三层楼的观景台 就像一个大圆锅一样 一口大锅 因第一天下午抵达 天气不太好 在当地住宿一晚后 第二天终于迎来了一个好天气 太嘴了 太嘴了 太美了 看看这蓝天白云 这是什么神仙地方 真的 木极火山群形成于1500年前 是新疆海拔最高的一处火山口 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泥火山群 目前这里是休眠火山 火山口远处是耸入云端的十八罗汉峰 整集了成一字形排列 像战士般守卫着边境国土 木极村至少有68个火山锥 形成时间可以确定为至少在距今6300年至2700年之间 不同锥体形成的时间不同 木极火山群为全华形火山 这类火山在中国尚属首次发现 一般游客来的话主要就是看这三个 所以它这三个就修了观景台 然后这边一共大大小小的有20多个火山口 这几个比较大 其他的都比较小 大部分人拍照的话还是在第一个 第一个是拍照人最多 这个是第二个 这个里边啥也没有 就是个坑 没有 这个火山没有意思 顺便过来还可以 如果专程跑过来就不值了 就看这个是吧 看那个也专程过来也不值 但是沿途风景很美啊 沿途风景可以 这个里边就是一滩水 感觉像个大水坑 上这顶上的观景台来看看 在这上面视野真的很好 那边远处那种凸起来的小山包 也就是火山口 有的大有的小 来到这边 真的能体会到那种 大自然旷野无边的感觉 非常的宁静 还有静谧 尤其是周围都是雪山 就觉得跟室外桃源一般 在这里卖烤羊肉串生意还不错 你今天也是第一次做生意 老板开门大吉 开张大吉 我的一个谢谢 哇好香啊 我都要流口水了 真香 技术还可以吗 可以 这边还能骑马 这边骑马多少钱 十分钟五十 十分钟五十块 这个马的嘴巴好软呀 前边很快就到木吉乡了 哇真的是太美了 一望无际的雪山 雪山下的乡村 这旁边有一个加油站 我开车到木吉乡了 打算来乡里这边看一下 来到这边真的是美爆了 风景绝美 四周年绵不绝的雪山 草原湿地 虽然说这个季节草黄了 但是非常漂亮 河里边很多都结冰了 还有牦牛在里边吃草 真的就像人间仙境油画一般 美的我觉得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啊 一定要来一下这个地方 真的是人间秘境 而且这个地方不商业化 游客真的非常少 开车车在这边瞎转悠 走到这边没路了 这边前方在施工 那边走到那边也是没路了 水泥路就截止了 下边就是那种碎石路 就是往那个有冰 有雪的地方去 这些都是老乡养的 牦牛啊 这边是牛圈 这是你的牛吗 养了多少头牛啊 这里边还有呢 这里边还有呢 这里边很多小牛犊 500 500头 哇啦发财了 一头将来卖1万500万 这一片都是你们的牛圈 对吧 这边 这边全是牦牛牛圈 看这头牦牛表情还挺呆懵的 他们是要吃东西了 这个背上还有一个三角形的记号 在乡里人不多 可能是天气太冷了 这边有一家小饭店 我顺便在这吃个饭 先帮我坐着吧 老板 先生可以 好谢谢 那边还有一个邮政啊 中国邮政 无论多偏远的地方都有中国邮政 这个超市 哦这是超市 超市也是你开的吗 开下我的 哇你又开饭店又开超市啊 哇老板这个超市东西还挺多的 东西总内齐全啊 还有袜子 口罩 这些吃着用的生活用品都有啊 帽子 手电筒 这些啥都有 烟 酒 饭好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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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屋里还烧着炉子 好暖和 你好 好 你好 好嘞 谢谢大姐给我倒茶 在这个很冷的地方烤炉子 在这个很冷的地方烤的炉子 吃点热饭太舒服了 我的面好了 老板献给我压的 牦牛肉拌面 这个是牦牛肉 里边还有青椒 还有一些菜 倒进去拌在一块 感觉新疆这边做面真的是一绝 现在我已经回到住的地方了 我就住在木极火山旁边 然后车停在院子里 住在老板的院子里 这边还有摄像头监控 今天晚上就我一个人住这边 这边是一个院子 这个民宿客栈也是今年才搞的 住的房子就在这个里边了 这个大门进来有两三个房间 这边这个还有这个 我住的就是这一间 这个就像学生宿舍那种床位的 屋里有暖气特别暖和 这边还有一间房 这个是塔塔米的 今天晚上整个院子就我一个人住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塔塔米的 特别大 能睡个六七个人不成问题 这里每间屋里都有暖气 还可以 主要是不冷就好了 住这个地方是一个人一百块钱 就是一张床一百 从塔线过来挺远的 如果要从这里回喀什也挺远的 所以我觉得能在这里住下来 就比较方便一点 而且这边现在天气也冷了 晚上的话如果露营或者是睡车 你外边都特别冷 感觉会冻感冒那种 好舒服呀 进到这个屋里特别暖和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开水 有热水器 还比较方便 感觉设施都还比较齐全 也有WiFi 墙上两个长层的暖气片 靠着这个都觉得 哎呦好烫 刚刚老板还说这里有方便面 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吃 这边是卫生间 还可以洗澡啊 有热水器还有洗衣机 这边还能烧开水 这个还有热水了 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 这条件已经非常满足了 大家早上好呀 吃一个拉面 这个就是我的早餐 刚烧的开水 新疆本地的拉面呀 第一次买 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一会尝尝 这边外边好冷啊 冰天雪地的 米粉泡好了 这个汤还可以 味道还不错 比泡面好吃很多很多 现在已经中午12点了 看看这个冰天雪地 昨天晚上把车停在这儿 现在中午了 这上面结的这个冰都还没化掉 好多这个小的冰化 车门上这些也是 所以还好昨天晚上有住的地方 要是睡车里 我觉得都不知道冻成什么样子 你好 大哥的车上也结了这个冰了 他在刮 冷吧 太冷了 你这是柴油车吗 柴油 所以你得一直打着火 要不然它会冻住 柴油 柴油 那柴油 哦 你是在刮这个玻璃上的 嗯 之前有朋友说 这种天冷的情况下 在那个雨刮下 垫一张报纸 对 然后早上的话 它就不会结冰冻住了 效果反正会好很多 但是我还没实践过 借大叔的这个 来帮我刮一刮 这前挡风玻璃也确实 谢谢 太感谢了 嗯 哎 这个效果很好 这个可以 刮得很干净 随着牦牛跑过来了 你好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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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